謝謝副院長 我有請蘇院長還有園民會主委以及交通部長 請蘇院長 交通部王部長 謝謝 好 園民會主委 院長好 在我質詢的重點之前我要先提兩件事情 過去院長您第一次擔任行政院長的時候 針對原住民的鄉公所的裁員不足 這樣子會影響日常的行政 我們曾經一起解決這個問題 那麼這個問題解決就是在園民會的公務預算 每年編列了五億九千萬的基本設施維持費 直接撥補給我們的原住民的鄉公所 這個穩定了鄉公所的日常行政 院長我這一次也看到園民會的這個預算 公務預算裡面的基本設施維持費增加了五千萬 我覺得好的政策能夠落實真的是令人感念 另外一個感念的事情就是 院長您還記得嗎 我們曾經一起推動原住民保留地的主管機關 內政部把它移到園民會 然後讓園民會呢可以做補辦真化編原住民保留地 它可以變成一個常態性的業務 院長您更知道嗎 光是這三年就核定了兩百六十四筆 總共五十四公頃的原住民的保留地土地 所以因此園民會還我土地成為園民會的常態的業務 為什麼我要提這兩件事情是您首任做行政院長所做的事情 我們一共同推動的原因是我要提醒剛就任的王部長 還有將主委 我認為只有政策的常態才能夠長治久安 而計畫他只能夠臨時補漏洞 好的院長我要回來我重要的問題了 三個會期就在這個地方 我以二十年原住民的鄉路為主題 我說明了原住民部落道路的困境 而且更說明了原住民的道路 它是屬於公路法第二條規範的鄉道 但是呢它卻沒有被納入公路系統 因此原住民的鄉道就沒有辦法分配到棄染費 這導致長年部落的道路根本就沒有養護經費 院長當時您在這個地方 您說我說給您聽 您說有關道路有關棄染費的部分 我覺得我的經驗裡面原住民鄉的道路 無論是開闢或者是養護都非常需要經費 第一個要看哪一些地方應該要把它做起來的 我們就來對地方政府督促支持 第二項棄染費的部分 您請當時的林佳龍部長跟我說明 所以林佳龍部長他在回覆我的 部落道路可不可以納入公路系統 分配棄染費的要求的時候 他只回答了一個字 他說好院長您當時的承諾交辦 我跟您報告現在他的進度到了哪裡 4月15號林佳龍部長的任內 他很快他發了一份開會通知 他預定要在4月23號開會延商 延商什麼呢 部落道路要全數納入鄉道 要透過棄染費的分配 然後由行政院園民會專款專用 用於補助部落道路養護的可行性的會議 然後呢議程的背景還特別提到喔 是因為本席在大院裡面的質詢 然後經過院長你的承諾要研議辦理 然而這個討論事項總共分兩項 第一項是棄染費的分配 細為道路養護經費來源之一 而且現行的公路法的第二條 也已經將原住民的部落之間道路 納入鄉道還有區道的定義分類 原地方公路主管機關 可以依照實際的養護需求 由棄染費支援各年度的公路養護計畫 唯應該要確認的其有 原住民族集區部落主要聯絡 道路改善工程計畫 還有原住民族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計畫 等等的中央補助 有沒有重複申請的情勢 而且針對目前處理的機制 希望提前討論 第二個要討論的方向是 探究部落道路多位於上述 14個縣市的管轄範疇 是不是將部落道路納入計算分配 與原民會既有的經費科目金額 還有是不是延伸重複補助等議題 要提醒討論 另外針對14縣市的 棄染費的分配方式 是不是有其他具體的建議方案要討論 而第二項的討論事項 又分兩個小的方案 第一個方案就是 14個縣市的棄染費的部分 分配喔 經費調整到原民會專款專用 來補助地方政府 第二個方案是 維持由行政院主計總處 統籌分配給本部 也就是交通部 配合適度彈性調整 14個縣市的棄染費的總分配數 院長 這一份開會通知您剛看到的 都秀在上面 他們所要討論的議題 就是你承諾本席還有我的主人的 可以長治久安 解決部落未來道路的長期的政策方案 然後因為太魯閣號事件 林嘉隆部長下台了 這個會議就被延期了 最後連討論的議題也被修改了 好了我現在就要告訴你了 王部長您就好好聽 王翁財部長你4月20號 你就任交通部長之後 你也很快5月11號 你就行文召開了會議記錄 你的記錄叫做原商原住民部落道路 養護預算檢討會議 討論事項有兩個 第一個針對原商部落的道路 屬於公立系統的部分 相關的部會 既然已經有補助機制 是否均以涵蓋請討論 第二個針對未來原商道路 養護經費不足的時候 建議由原民會要納入 既有的專案計畫 然後並且採報院修正計畫 擴增預算總額 尋既有的機制來補助原商需求 是否可行 院長您的行政經歷比我豐富 交通部的兩份開會通知的差別 我想您聽得出來 您也一定看得出來 我們從既然被分配 專款專用要養護部落道路 變成什麼 變成原住民道路的 養護計畫的預算檢討 我想當時您對我的承諾 還有對族人的承諾 就這樣被新上任的交通部的官僚 閹割跳票了 我為什麼會在3月16號 在這裡質詢呢 因為我認為 這是一個公平正義 分配契然費的部分 而且公路法第二條明明就寫了 但是交通部最後召開的會議 他們的結論卻是 我們現在的計畫補助 都已經涵蓋了所有原鄉的道路 其餘原鄉地區 沒有公路編號的道路的養護經費 建請原民會 要研議納入原住民族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計畫 然後抱怨修正計畫 擴增預算額度 屆使要建請行政院主機總處等相關單位予以支持 好了 原民會既然有專案計畫 就好像交通部的生活圈補助計畫一樣 這個是屬於中長城的計畫型的補助 而生活圈補助的鄉縣道 為什麼都可以分配契然費做道路養護 而原民會補助的步入道路沒有 院長您知道嗎 這一點在行政院核定原民會 一百一十一年到一百一十四年的 中長城計畫裡面 特別提到喔 你特別提到什麼 請確實落實 退場機制 然後要督導地方政府 確實負起未來補助道路的 圍管養護責任 就是因為您的這份公文 所以我在3月16號才會在這裡 對你提出質詢 所以呢 現在我們的王部長 你避重就輕的 輕易的把院長在這邊對我的承諾還有公平正義 在你的會議裡面吵吵的就這樣說了 而且最近我特別的給我感觸 為什麼 因為最近我們的執政黨 你們一直吵 五十公里要花一千七百億的宜蘭的高鐵站 到底要放在哪裡 一直吵一直吵 可惜本席卻還在這裡 爭取原鄉道路的養護經費 這個叫我還有我的族人請何以看啊院長 而且您對我還有對族人的承諾 你要怎麼兌現 公路法第二條的公平正義到底在哪裡 請院長您回答 好 謝謝委員 這個您知道我對於原民原鄉 我一直都是非常關心 那上次委員執行提出這一些方案 當時因為這個涉及到比較細啦 那所以我請交通部長來回答 那去遠離他的可行性 以及了解整個情況 這涉及到整個怎麼樣分配的問題 以及那個法的規定 那我相信 現在王部長並沒有說要閹割或者把它甩掉 王部長郭毅朗啦 他不是這樣的人 那我想 這個案子因為好幾張公文 又涉及其他相關機關 我請王部長 就相關的這一些 整個了解 是怎麼樣做 才能真正來比較好 謝謝院長 我想王部長的意思我都很清楚 今天我沒有這個時間討論 我只是希望王部長您清楚知道 公路法第二條是規範原住民可以有期燃費的 第二個 院長也曾經在這邊承諾我的族人 我們要的是長期的養護經費 不是計畫型的經費 請王部長您明白 我會有機會跟你說話 回到我的辦公室 現在我要另外我的議題 繼續我要請王部長您回座 然後我要請潘部長還有農委會陳主委 接下來呢 我要針對偏鄉學校的學童營養午餐 還有食材供應的設置 還有中央廚房的議題來跟院長您討論 今年的4月1號 農委會和教育部在行政院向您專案報告 要推動偏遠學校設置中央廚房 和成立食材聯合採購的聯盟計畫 而你也在最短的時間裡面拍板了 也特別的統籌款要辦理這個事情 在你的施政報告裡面 你也特別提到 你要讓偏鄉的孩子 享有同等的飲食照顧的權利 從今年的4月 您再加碼 1100多所偏鄉學校的食材費 還有新擴建中央廚房 還有建立食材聯合採購機制 讓補助的餐廢能夠真正落實到食材 我對於您的這個政策 我給你拍拍手 也給你正面的肯定 可是呢 對於這個所謂跨部會合作的政策推動 我必須要讓院長還有主政的部會 再更深入了解原住民部落的現況 免得讓院長你的美意打了折扣 來我們看一下 原住民地區有55個原住民鄉鎮 30個山地鄉 這幾個數據還有偏鄉的廚房 其實呢都跟我們30個山地鄉有密切關聯的 30個山地鄉的學校幾乎都圍繞在中央山脈周邊 而且也都是屬於極偏特偏和極偏遠的學校 我想部長都知道 所以偏鄉廚房計畫範圍可以說百分之百 是涵蓋了30個山地鄉的各級學校 我們談到食材來源的時候 根據農委會在108年度所做的全台灣 農業還有農地資訊的盤查結果 台灣目前可供農糧作物生產的土地面積 總共是53萬公頃 其中位於山坡地範圍的農地面積是12.8萬公頃 然而又在這12.8萬公頃的山坡地的農地的範圍 原住民族30個山地鄉的原住民保留地的農牧用地 我們又佔了7.5萬 然而山地原住民人口30萬大概 佔台灣人口的1.27% 但是我們生活的領域 我們卻要負責台灣糧食生產的土地面積也就是14% 你們知道嗎 我們這些地區供應台灣哪些蔬果 蔬菜有高麗菜 番茄 葉菜 芒果 水果呢 水蜜桃 蘋果 甜飾 梨子 艾文芒果 蓮霧等等 而且呢 台灣呢 平原地區了 在夏季的時候特別特別的熱 所以呢 絕大部分的蔬菜來源都是仰賴於我剛剛所講的山區的原住民的部落 我想這個農委會主委已經知道 簡單的再講吧 30個山地鄉的學校 就位於農業食材的產地 然而我們學生的家長呢 也幾乎就是這些農民 可是佔了孩子在學校吃的營養午餐 我們卻吃不到在地的食材 因為採購機制的關係 原鄉部落的學校我剛剛講過是極偏偏遠特偏的 所以我們的學生少 然後距離又遠 造成非常多的所謂的供應商 他根本就不願意去配送食材到學校 所以這導致了位於蘇果產地 佔有全台灣14%以上的農業生產面的面積的原住民鄉來說 學生的營養午餐卻吃不到在地的新鮮食材 可是我聽過我們農委會主委說 你八月出去勘災的時候 你說面對極端氣候造成的嚴重濃損還有土石災害 解決之道在於淨零排放 您這個見解我非常同意 我也贊同 可是我唯一遺憾的是 我們的政府往往有口號沒有政策 所以當陳主委你在喊這個所謂的淨零排放的時候 您知道嗎 我的主人向我抱怨說 學校的營養午餐沒有辦法採購在地的食材 然後部落的農民也常常自我調侃說什麼呢 我們種的番茄 我們把它帶到平地去五十塊賣給旁山 結果呢 學校卻又花一百塊買回到學校裡面來煮 族人的這種自我調侃正是對我們的政策執行的最大諷刺 因為我們的政府單位執行的政策 卻連所謂的食材運輸最短的里程最低的碳排都做不到 更不要說其他的事情了 不過沒關係院長你們放心 也因為我清楚了解部落產業還有我們族人的就業狀況 所以其實四年前我就發現了 學校的食材採購的問題 所以過去的半年我做了很多事喔 我找了誰 教育部 農委會 園民會 交通部我們開始開會 我們希望透過我的協調 把不同部會不同專業領域的漏洞 而透過一將主委的園民會來居中協調 我們把這個漏洞把它補起來 我們可以讓院長您的政策更貼近我們民意虛跳 而這個漏洞是什麼 我解釋一下 就是部落缺乏農民組織 也因為沒有農民組織 所以呢 農委會你們根本就沒有辦法掌握到部落的產地現況 我剛剛講過原住民有五十五個鄉鎮 其中有三十個三地鄉 而這三十個三地鄉 只有五個有農會 二十五個鄉呢 他是依附在鄰近鄉鎮的所謂的地區農會 講白了 就是二十五個原鄉是根本沒有農會的 我舉一個例子 宜蘭的大同鄉 院長應該去過 他是台灣最重要的夏季的高麗菜的產地 他種植面積達多少呢 一千公頃 而大同鄉沒有農會 他是隸屬於隔壁的三星鄉的地區農會 院長您知道嗎 大同鄉那麼重要的高麗菜的產地 有幾個農民組織嗎 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產銷班 不知道沒關係 我可以告訴你 只有十個 而這個十個產銷班呢 他種植的面積多少 九十五點七公頃 我剛剛講過了 宜蘭大同鄉 他光種植高麗菜的面積是一千公頃 可是他的農民組織只有十個 這十個農民組織呢 他連一百公頃都不到 而這十個農民組織 他沒有種高麗菜的 他種什麼呢 種茶葉 種稻米 種花卉 種果樹 還有特用作物的產銷班 跟大同鄉 一模一樣狀況的原住民鄉 總共有二十四個 所以農委會 你們根本沒有辦法掌握到 原住民農業產地的資訊 然後就任由原住民鄉的農民 自己找管道來銷售我們的產品 而這個現象 本席呢 在今年初也質詢過主委您了 對吧 所以就在我質詢之後呢 我們就提出了原住民族地區 農業政策方案之後 然後我們有誰呢 有原民會對於部落產業的了解 然後建立原住民鄉公所 還有農委會之間的溝通 還有輔導農民的管道 我們整合了原住民鄉的農民資訊 提出很重要的叫做 部落食材地圖 這個部落食材地圖給誰 就給教育部 由教育部優先落實地產地消的最短食物的里程 而這項政策也有農民會 原民會開始合作 合作什麼 我們輔導原住民鄉的農民 申請學校必須要用的 QR Code 作為產地溯源之用 我們也讓學校的食材供應商 他要非常的清楚了解 所有供應的食材的學校的周邊 到底有哪些農產品 院長 這個就是本席針對原住民族地區的學校 該怎麼樣落實推動偏遠學校設置中央廚房 還有成立食材聯合採購聯盟計畫的具體做法 同時也是您施政報告裡面提到的淨零排放 您同意我這樣子的推動嗎 我很辛苦耶院長 謝謝委員 這個你講的很詳細 我三點 第一就是因為偏鄉 他的食材費用 被人力的費用 被交通的費用扣除了 所以我大力的提高 每一個孩子每餐 從三塊半提高到十塊 這第一點 第二點 就是因為偏鄉沒有廚房 沒有什麼 所以我設中央廚房 大帶小 第二點 第三 現在聽到你講 這個組織什麼少 我請榮委會 這應該建立起來 只不過原民自己爸爸媽媽種來賣到平地 再去買回來 這個應該要把這個 怎麼樣打通 這個 這是一個經營的問題 這兩部分 我請農委會給你報告一下 好的 不用 我知道 我們都通過化了 院長 只要院長在這裡 才是您同意我的做法 那麼另外呢 我還有一個事情 想跟院長您溝通 那麼好的政策 那麼好的方案 我們是不是能夠讓它再來擴大 因為我覺得原鄉地區的用餐的需求 真的是跟別人不太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 我今年七月 我到了堅實鄉去 那麼我去看了就是中央廚房的擴建 還有午餐的食材的狀況 所以我跟校內的校長還有鄉長呢 我們就共同就討論 而且我們也非常的清楚 原住民的常住人口 除了這個公職人員之外 其實就是老人跟小孩 如果我們在推動政策上面呢 我們可以把這兩個最需要的需求 就是老人跟小孩人口全部涵蓋的話 這樣子我相信更年輕人 更能夠安心的工作 會議裡面我們以堅實鄉來推算 堅實鄉其實呢 它需要供應午餐的人口 包含了什麼 學校大概六百人 文建站的長者 還有造福員三百人 教職人員 警銷人員 所以整個週間 兼實鄉中間午餐 大概有一千人份的午餐要用 那園民會最近你們推動的長照 事實上呢 部落的文化健康站 他們怎麼買菜院長你知道嗎 他也是由各個文建站的戰福員 出去外面買菜回來 再煮菜給老人家吃啦 所以我在想說 同樣是政府 如果院長您剛剛講的 教育上的這樣子在地食材 是這麼好的一個政策 我們如果能夠橫向聯繫 我們找一個好的地點 能夠在這個解決文建站的購買食材 或者是購買食材 或者是交通不能夠解決 所謂的白牌車違法的這種事情的話 我相信 照顧在地的老人的居間的中間的午餐 更能夠解決 這是我的一個建議 另外還有一個建議就是 針對偏鄉處罰的案子 我認為 不應該只用特別統籌款 編列一年的預算執行 因為原鄉部落的地理環境 相較於一般的偏鄉 真的是不一樣 好的政策 如果可以因地制宜 這是您經常說的啦 院長 能夠因地制宜 做出適度的調整 我們多花一點的時間 來整合地方 來聽聽一下地方的訴求 然後我們把對的政策 把它做好做滿 我覺得這一項是您的理念 所以以上我的建議 不曉得院長您同意嗎 您願意推動嗎 如果您願意推動的話 我們要責扯哪一個部會 來做這件事情 委員這個 學生營養午餐這一點 我是大力推動啦 而且三塊半變十塊 是非常大的調整 很大的魄力跟負擔 那我們來這個 現在已經都上路 而且明年就會看到成果啦 那你現在提出新的這個 第二個 我剛剛說 文化健康站 三十個三地鄉 或者是二十五個三地鄉 其實呢 他們的狀況 就跟原住民學校是一樣的 人數不多 距離也很遠 所以呢 我們文建站裡面的站服員 他每一天也都要出去外面買食材回來 因為沒有供應商願意送到這麼遠去 然後文建站的老人也吃不到我們在地的 因為他是屬於衛福部跟我們原民會在管 他不像教育部 所以我想院長您有那麼好的政策 把教育部 把交通部 把農委會都整合在一起了 解決學校的營養午餐 那麼我們老人家的這個 週間的午餐 是不是也能夠責成衛福部 原民會農委會 一起來解決呢 我來請他們整合 委員現在指教的這個問題 相關會有多少 怎麼樣怎麼樣 我聽他們盤整跟我說明後 我再來 整個案我再來做 好院長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如果一將主委 我們的文化健康站 在原住民鄉總共有四百多個站對吧 都會跟原鄉加起來是四百三十個站左右 如果都會據得沒錯 只有三十幾個部落大概將近四百個對吧 如果部落裡面有四百個文件站 院長你想看看啊 這四百個文件站 都要讓他們的造福員自己下山去買菜回來煮 然後上面的食材就是你講的 都用在交通費上面了 然後呢又沒有碳排放 然後這個足跡又拉那麼遠 所以我講要比照辦理 所以一將主委 今天在院長的面前 我知道你們的經濟處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我也給你們非常多的任務 我希望就這個部分 您再好好的報告院長 我相信你也同意我的做法吧 一將主委 這個我們會跟衛福部一起來 做整體的規劃 包括農委會 怎麼樣把文件站的午餐的供應 讓它更有效力 而且更能照顧到展 一將主委 沒有錯 我可不可以補充說明一下 我們兩年前開始在平地提供一百個 就是我們的農村社區跟農會 類似剛剛您講的健康照護站 我們就是把食材用在當地 提供給當地的所有的這樣的一個午餐供給 所以農委會這邊很樂意搭配冷鏈跟食材的提供 跟園民會來完成這件事情 而且我覺得那個是成本最少 那效益最大的 我們很樂意整理完之後跟院長報告 好 謝謝主委 你的禁令台庵 不要只是口號讓他落實 也落實在我們原鄉地區好不好 請主委您聽到了 最後我要講的是 三十個三地鄉的中央廚房 在地食材 我們如果把它當成四點 推動以後 把它放大到整個大台灣 這不就是因為我們要因應加入CPTPP 最好的 主委您聽好了 最好的強化本土農業策略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 你們盤點過嘛 我們能用的土地是多少公頃 主委你可以回答嗎 全台灣現在農地大概八十萬公頃 在耕座的面積總共七十八萬公頃 好 七十八萬公頃的這些農地可以耕座 我們如果加入CPTPP 那麼讓農民這樣子每次補助 我們是不是能夠用這種方式先幫他們消化 好不好 所以呢我對這項政策我充滿期待 我也請院長您好好督促所屬的單位 不要只有口號而不去落實 另外交通部的事情 院長我會準備好資料給您看 看看現在的部長跟前面的部長 他們要討論的所謂的公路法第二條的管養經費 跟計畫型的跟長期的有什麼不同 我也希望一將主委 您找時間跟院長報告 林佳龍前部長想要做的事情 跟現在的王部長想要做的事情 一不一樣 我相信是不一樣的 院長我希望你承諾我的 承諾我族人的 不要因為有些人不知道不了解 或者是便宜行事 就把你的承諾給去掉了 好不好 謝謝院長 謝謝 接下來